發現失切車輛停在路邊 立刻上前盤查 但駕駛拒絕下車 員警立即拿出警棍 敲窗制止 不過對方卻加速逃逸 快轉畫面 警匪追逐來到下一個路口 剛好遇到前方停等紅燈 員警立刻下車抓人 換個角度來看 白色轎車已經無路可逃 卻還是加速往前衝撞 逼得警方破窗開槍 現場槍聲四起 嚇壞附近民眾 警匪追逐發生在桃園市大園區 十八號早上八點左右 一台白色轎車 因為圍廷被民眾檢舉 警方到場後發現竟然是髒車 立刻要求駕駛下車 沒想到對方拒檢逃逸 雙方追逐兩公里 最後警方使用包夾戰術 讓他逃也逃不了 但駕駛還是繼續衝撞 前方小轎車 員警立刻連開兩槍 警方查扣的髒車擋風玻璃 留下大片破碎痕跡 前方引擎蓋也被撞凹 可見抓人過程非常激烈 當街抓人的幾名員警 幾乎全數掛採 不僅腳背受傷 連手指都破皮見血 因情況危急避免造成用路人危害 二名遠警分別朝該車各開一槍 並以警棍破瘡後使用辣椒水 強制將飯鹹在下車後 待步 駕駛開髒車還攻擊遠景 這下不但要吃上竊到最先 還得再加上一條妨害公務 後續警方也將持續追查 髒車來源 靜新聞車窗會楊仲強領域者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